那刚刚提过雪州发生了50年一遇的大水灾 至今有很多个地区的水位都还没有完全消退 而这几天下来网上呢更是一片纳声 大家都把矛头指向政府 谴责政府救援行动啊实在太缓慢 对此首相伊斯麦沙比里 今天巡视疏散中心的时候就承认 政府在水灾管理方面啊确实存在弱点 也有发生救灾延误的这个问题 那他强调这是政府部门的集体责任 那上至联邦政府跟州政府下至线署都必须负上责任 而政府未来呢也会改进这个问题 虽然承认政府救援行动缓慢 但是首相表示啊 雪兰儿这一次的降雨量呢实在属于非常罕见的 那一天的降雨量呢等于雪州一整个月的降雨量 虽然说气象局早前有发出警报 但大家还是没有预料到当天会下这么大的雨 那洪水来得太快 一些平常不会淹水的地方都沦陷了 水灾严重的程度啊实在是出乎意料 首相伊斯曼沙比利今天前往森美兰的日乐物疏散中心探访灾离后 在记者会上表示 吉兰丹 邓家楼和彭亨等东海岸州署经常发生水灾 所以他们已经建立良好的应对措施 但雪州和森美兰发生严重水灾属于罕见的情况 才会一度震脚大乱 但他无意甩锅给任何单位因为这是一个集体责任 沙比利在记者会上也提到 随着部分周暑的灾情逐渐缓和 在水退后 当局将会确保每个灾区的状况安全 才会让民众回家 至于网上曼骂声不断 首相说他没有责怪网民 反而很感谢他们直接向他投诉 大马气象局今天发出黄色警报 由于热带低气压 正在往东边靠近马六甲海峡以北方向移动 因此预料半岛北部各州 包括玻璃市、吉打、槟城以及霹雳部分地区 今晚开始会持续降雨和强风 从而导致低洼地区发生水灾 对此气象局将会持续监督气候变化 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发出暴雨警报 希望北马居民都能够提高警觉 另外水灾重灾区除了雪兰额以外 蓬衡的灾情也相当严重 那根据一名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照片显示 虽然天气已经放晴了 但是整个文德甲的街上从高空俯瞰 四处都被黄泥水给淹没 截至下午4点30分 洪水水位依旧高涨 逼近屋顶丝毫没有消退的迹象 而当地的电讯网络也因为洪水覆盖 信号一度大受影响 没有办法接受到任何电话 因此他促请看到贴文的人士 能够给予文德甲人民更多的支援 帮助他们度过灾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